人里万善庙协助关怀地方弱势家庭还有特殊境遇的个案 最近也捐助一万块钱的善款来帮助一位车祸受伤的亲平护女士 虽然尤淑珍代表受政的相亲致政感谢状给人里万善庙 也感谢公庙社团可以和公部门来协力 共同承担地方住屏工作让社会可以更祥和 也持续扩大为善的正能量 人里万善庙请听地方需求 编列了急难救助预算 透过在地乡亲信众委员还有村长城报个案资讯 成立急难关怀访试小组 视不同个案的状况给予相关的物资还有善款协助 我们人里万善庙有编一定的预算 给我们就是有急难 万一有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过我们的急难的访试小组 经过民众的提供名单 我们就会成立访试小组 访试小组去看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就会编多少金额来做捐赠的活动 吉安厂长尤淑贞代表受政乡亲自证感谢状给人里万善庙 同时也感谢公庙协力相公所共同扩大弱势关怀服务 谢谢我们人里万善庙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弱势禁欲加护的关怀 透过了信众大德以及村长的通报来关怀弱势捐助弱势 吉安厂公所今天特别来感谢人里万善庙以外 也要谢谢他们长期以来 益助给我们吉安厂的力量 无论是在吉安厂救助或者是特殊的这样的瓶颈 以及我们的商上的纳谷塔的一个协力上面 他们都会给我们特殊敬意的家庭跟贫护来做不一样的关怀工作 我想社会有爱地方有情 我们一起心恋心工部门跟公庙来作为一个光彩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承担性工作 这次捐赠仪式中吉安厂公所社会客也透过爱心物资捐赠平台 整合筛选符合需求的民生物资 包括白米面条麦片等食材提供给这次的个案相亲 借旅会吉安厂报道